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睡觉从他长风 西地宿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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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兴州贪污很严重 一定要把官身勾结铲除 这样老百姓才能有好日子 大人 何林城派来的新任长官 原来就是脱雷大王的死亡子忽必烈 他这一来把我们自己的官员全都给撤掉了 这事我知道了 那忽必烈不过是个破落的王孙 没什么可怕的 这行州城还是启西里和八达子两位王爷的天下 他忽必烈只能是个看家护院的 大人话可不能这么讲 此人脾气刚烈 有勇有谋 连韩大飞都记得三分 我还是韩大飞亲风的磕睡吏 有什么事韩大飞他能不向着我 我就不信 他忽必烈还能找到我的头上来 父亲 您这是跟谁生那么大的气啊 哎呀 兴州城来了一个什么忽必烈 搞得是鸡飞狗跳啊 哎 这忽必烈不就是猛哥的弟弟吗 对啊 你跟猛哥关系怎么样 我们挺好的 猛哥说了 等他安顿好了 就来跟您提亲 哎呀 这可真是太巧了 大人 这倒未必是件坏事 您想啊 这将来不管谁得了事 都少不了您的好处 哎 哎 这倒是真的啊 今天有幸请到诸位到本府做客 我忽必烈 十分的高兴 来 这第一碗酒 敬大家 谢谢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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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来 坐坐坐坐 坐坐下 请请请 请请 请大家这趟来 不能白来 今天想跟大家商讨一下 我们行州存在的问题 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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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还有 不会让大家白说的 看到了吧 真是 谁能给本王出一个好点子 我有重伤 这是黄鼠郎给鸡百年 绝美好事啊 就是啊 就是啊 你们这些奸商都给我听着 我告诉你们 我们王爷的忍耐是有限的 千万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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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大家都不肯说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啊 董文仲 进来 你们 你们这 这 这算什么呀 你们不能这样 真是 大家稍安五躁 都坐下 坐下 啊 我只想 让大家来听一听 我们所收集到的民情 来 孙老板 据告你强暴民女 犯了如此大罪 应该不会罚你点钱就完事了吧 不对 不对啊 强暴民女的是王老板 勾引过民女 调戏过民女 我 我就是没有强暴过民女啊 哎 你说孙老板你啊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你干嘛把我咬出来 哎 王老板 看来你是认罪了 啊 拉出去 走 走 别别别别别别杀我 别杀我 那个女子后来被我纳为小妾了 哎 真的 虽然如此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我命你 向行州的百姓开仓放粮 将功补过 你可愿意 开 开仓放粮啊 啊 不愿意 拉出去 砍了 走 可以可以可以 我我我放 我我我放 药商胡老六 你应该不会忘了三年前 在南山上坠崖的那个药农吧 呃 那药农的妻子告官无门 最后含恨而死 我 这 那药农 采到一颗奇珍易藏 你想据为己有 最后 还霸占了药农的田地 你这叫做 罪大恶极 你 你们 你们 只是要我开仓放粮 还是想要那颗灵草啊 你们不能这样啊 胡老六 人在做天在看 今天 我就替老天爷收了你 北海 有什么话 你去跟老天爷说去吧 来 我我我 哎 这 这 这样就算是剑红了 也不至于 扰了大家的兴致 为了防止雪剑三尺 我也只能如此了 你们都听好了 你们每个人的身上 都有罪状 谁想将功抵过 我不必烈 给你们这个机会 现在 签字画押 还来得及 有谁不同意的 哼 早晚有一天 我会跟你们算账 别别别 我们签 来 我们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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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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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菩萨行长 你们看到的只是猪血剖 如果你们再敢干坏事的话 告诉你们 下次可就是真的了 赶紧签 你签了吧 你看看你签 你签 你签 我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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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大妃名剑 忽必烈一经上任便以残酷手段 抢逼商骨 四处搜集罪证 行州城人心惶惶 老臣只怕难逃一劫 恳请大妃出手相救 大王子 大妃有令 任何人不能进去打扰 连我都不能进去吗 让开 大王子 大王子 你还让不让你傅寒休息 何吉 我想见傅寒 我想看他到底怎么样了 好些没有 你傅寒正在休息 你先回去 快快去 何吉 你为什么不让我见傅寒 桂勇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何吉和傅寒的儿子 何吉怎么会阻止 父亲和儿子见面呢 只是你要好好地想一想 你现在对儿吉的态度 这只会令你傅寒更不高兴 病情无法好准 所以 在这段时间 任何人都不许见你的傅寒 也包括你 儿吉 我 你先回去吧 先回去 回去吧 你水 很高兴 谁 嗯 你为了 神 大费 这是行州阿兰达尔大人的秘舰 这边 在这边 你马上送给你们大人 是 大飞 等等 大飞 还有什么吩咐吗 这是机密文件 小心点 是 大飞 站住 你叫什么名字 在宫里做什么的 我叫海迷诗 我不是宫里的人 我是来宫里送信的 送信的 来 大飞的信给我看看 不能给 我说给我看看 你知道我是谁吗 大飞说过 不管是谁 都不能看 连我的话都不能听 拿来 不行 拿来 不给 给我 拿来 不能看 你不能看 别我 有点意思 你还想行事我吗 大飞下了命令 谁都不能看 如果我让您看了 那我就是失职 大飞 大飞怪罪下来 我也是死罪一条 与其失职而死 那我不如忠心而死 您要看 行 除非我先死了 要至少 快 来 我也想行 快 快 快 这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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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拿呀 大妃 你就 还有什么来着 我叫海迷师 你干得不错 送完信回来 你就跟着我 我会跟你们家大人说的 谢大妃 王爷 什么都没查出来 那王爷看了一晚上 在看什么呢 这让我明白了一点 没有问题 就说明这里头一定有问题 看来我们屯米的事情 已经暴露了 四王爷已经决议 从米铺查起 今天他的人 抄了城内各大米铺 带走了许多账本 好在我及时得到消息 做了应对 但是四王爷也直接点名 要看税务账本 大人 赶紧想办法吧 先稳住 不要被四王爷扮猪吃老虎 给唬住了 我就不信 他忽必烈能在行舟翻得了天 不信 张老板 你就放心吧 我已经向汉庭求援 现在正等着汉庭的消息 谢谢大人了 好好好 快快快点 里面快点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大人 您这么急着走 有什么事吗 这忽必烈 不仅想要反了行舟 还想要我的人头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马上启程 回河林 是 你们快点 快点 什么 他跑了 听说阿兰达尔是连夜跑的 王爷 我们行舟的商人 一定配合王爷 为民做事 好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请回吧 还不谢谢王爷 还不谢谢王爷 好好好 谢谢王爷 谢谢王爷 走吧 走吧 王爷 看来阿兰达尔怕了你了 不过他是韩大飞的人 回去一定会添油加醋 只怕会一时记起千层浪 王爷您要小心 我看他这一跑啊 事情可就没这么简单了 董事兄弟旗下一众好汉 已经编入军队 由万护长统帅 他们以前所抢百姓的粮食钱财 都已经全部归还百姓了 好 他们自身有什么困难吗 他们两兄弟 素来凭江湖一起办事 突然之间接受管制 看来需要点时间 但是老百姓现在 还是挺怕他们的 那是当然 我想想 我想让他们 帮助百姓 把城内毁坏的房屋 重新修建 然后再帮助百姓 耕作放墓 这样就会引起百姓 对他们的好感 如此最好 对了 奉王爷之命 各商骨已经开丧放粮 每家每户按人口发放 已经登记在册 另外 王爷所配备的各类牲畜 也都运到行舟 还有 那个阿兰达尔 也在调查之中 海云大师 果真说对了 王爷为何突然提起师父 来 子聪坐 谢王爷 海云大师曾经说过 你是智氏之才 不宜长流庙中 现在 有你相助 行舟已经出定 你有没有想过 还俗之事啊 师父让子聪还俗 我会遵从他的意思 蓄法代茂 这样协助王爷 也会方便一些 现在百废待兴 好 等行舟大定以后 我一定亲自 为你挑选一位贤妻 谢过王爷好意 不过子聪还是心流佛门 娶妻一事 万万不可 我不会强人所难的 但是你要明白 缘分 缘分二字 这 有些事情 不是自己 能够把控的 四王爷 好 王爷你看 你多受欢迎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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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急着见郡主啊 去 去 你真是好呀 对 是 四王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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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想跟你商谈一下行舟开市的事 王爷 这件事有点棘手 行舟常年付税严重 官府腐败 很多商人早已经离开 剩下的商人也都对此非常不满 想说服他们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但是如果行舟开不了市的话就很难繁荣起来 那为什么不请他们来谈谈呢 郡主有所不知 上次我们在王府隶属他们的罪状 现在就算王爷亲自请他们 恐怕他们也不敢来了 王爷 请问那些商人可有家眷 当然有 问这个干嘛 我想以我的名义请各位夫人来句一句 句一句 你想干嘛 放心吧 我自有妙计 王爷今天不在府中大家不必拘束 郡主太客气了 是啊 太客气了 你看这郡主的首饰多精致啊 就是 你看你看这衣服多漂亮啊 真好看 姑娘 让我好好看看 过来过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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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这珠宝也是上等的珠宝啊 看这皮毛 这可是最好的雕毛呀 真是的 真是太漂亮了 这些东西都是我从和林最好的铺子里挑选的 比起你们汉帝的丝绸珠宝还差一些 郡主真是客气啊 上酒 好 这燕子 真是上等货色呀 可不是 不愧是王主啊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怎么显得那么鬼奇啊 真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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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呀 你看 你看看 太不错了 太不错了 你们都是行州的大户 这些东西对于你们来说 应该很普通吧 哎 那是过去 现在呀 空有一手的钱却买不到啊 是啊是啊 以前行州市商人聚集的地方 想买东西只要走出家门就能买到 可是现在商铺都已经关门了 说得是啊 要是各家都开门做买卖 我们也不至于连这点胭脂水分都没有 是 难道没想过重新开施 怎么没想过 可是老爷们不想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是啊 男人的心思都不细 哪知道我们女人的苦心呢 其实啊我们女人打扮是为了谁 还不是为了能抓住丈夫的心 否则以后人老珠黄了 丈夫不喜欢 再娶十个八个的 就是这么 我们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对呀对呀 你说得太对了 怪不得现在老爷 连瞧都不瞧我一眼呢 其实啊 还有很多麻烦之处 菜刀坏了却没有铁匠铺 想做衣服却没有布 我们王府倒是不愁 我是替你们担心啊 哎呀 我们现在都快过不下去了 可是老爷们根本不想这些事 怎么劝都没有用 对呀 其实他们担心的王爷都明白 他希望你们能重新开市 把做生意的老板都招回来 重开商铺 就可以免税三年 三年了 这真是太好了 这真是太好了 这真是太年了 这个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这可是好事 来 我敬各位一杯 太好了 来来来 好了 咱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 郡主 来 这太好了 就是就是 好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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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飞啊 这忽必烈实在是要人命啊 如果我不逃出来 肯定是凶多吉少啊 他已上任 对我们这些人是迫害得不行啊 死的死逃的逃啊 要不是我连夜逃跑 这次 我可能就提着脑袋来见您了 那 护必烈 他在行州都做了些什么 丙大飞 他迫害我们这些人倒还是其次啊 他任用了一帮汉人啊 现在行州 哪还是我们大蒙古的统治 简直就是汉人的天下呀 他这样做 不光是一个行州 这是对汉庭的极不尊重啊 这样下去 不整治他 是不得了啊 忽必烈 忽必烈 我就知道 他不是个省油的灯 大飞啊 忽必烈在行州仅税三年 银库里是一点负益的银子都没有啊 可他平时办事是缩手缩脚 我大蒙古威严何在 成何体统啊 行了 我知道了 我自会处理 你先下去吧 啊 谢大飞 谢大飞 你们看 这条街上的商贩已经恢复了七八成了 你看还真是的 不止这条街啊 还有东面和西面都重新开市了 郡主 这些都是怎么做的啊 我厉害吧 哦我明白了 上次你让我见那些夫人就是为此对吧 是啊 不错吧 不错吧 那你跟他们说什么了呢 不就是胭脂咯 我想不光是送胭脂这么简单吧 郡主一定是对他们说 女为月己者容 没有商铺 就连穿衣梳妆 这点小小的心愿 都没有办法达成 不止穿衣梳妆 女子操持家务 家中所需都买不到 当然犯愁了 看来这些夫人已经犯愁多年了 其实他们最看重的是免税三年的优惠政策 加上妻子们的劝说 所以才重新开市 你们可是答应过他们免税三年 一定要做到哦 郡主聪慧过人 子聪甘拜下风 好快看 是四王爷 四王爷 你们看 四王爷 四王爷在那儿呢 你看 四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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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我们的恩人哪 我们可得感谢四王爷呀 感谢你 感谢四王爷 我们一起给四王爷写个礼吧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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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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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 我怎么好像不认识你 这可不像以前的子聪和尚 不知道王爷你还记不记得 我曾经说过 我大和尚 拜天 拜地 拜菩萨 不拜凡人 你确实说过这句话 如今行舟大定 民心所向 大恩大恩大恩 子聪对四孟 诚心拜扶 子聪愿意追溯左右 四王爷 请受子聪一拜 你这是干什么吗 我跟你说 虽然我是王爷 你是臣子 但是不管怎么说 论私交 咱们还是兄弟 对不对 对了 子聪 现在你也是当官的人了 对吧 能不能把你这僧袍化了 你可以穿汉人的衣服吗 这样比较方便 子聪也是这样想 相信佛祖 会明白 对对对对 他一定会体谅的 一定会体谅的 一定会体谅的 前面的六被堵住了 好像是四王爷 是吗 那我们去看看吧 是 我呢 有了 谢谢ώ相居 没有 茶笔 快看看 是茶笔 和吉 胡必烈 我把你和吉接来了 和吉 胡必烈 下来 我们喝酒啊 凤宝爷 看见你的儿子 多棒啊 走 原来你跟我阿姨早就约定好 阿姨 您这次来气色好多了 阿姨看你这么有干劲 我也就放心了 你就放心吧 最重要的是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你看看你 你要是不成家立业 我怎么能放得下心呢 对吗 你看看 你把你阿姨愁得都成这样了 这现在也不用愁了 你既然喜欢人家 就不要再像个小姑娘似的扭扭捏捏的 男人成家立业 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 你也是 这头年轻人害什么羞啊 阿姨啊 这次我约暗沉和五公主来 就是想把这件事说好了 把婚期定下来 啊 你没意见吧 您都定 您都定下来了 我不操心谁操心哪 啊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你就不要再说了 阿姨 阿姨 是不是太早了 为什么你们都不跟我说呢 你不记得了 我头一次带你到河林 就是为了你和忽必烈的婚事啊 对嘛 对嘛 我女儿的喜酒早该喝了嘛 忽必烈 阿姨 你是不是真正的男人呢 阿姨 那就请您多费心了 你看你说的 我啊 还等着抱孙子呢 小姐 四毛爷来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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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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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